参观陈浩民在香港住的房子,家里小孩太多了,儿童房只能放双层床。 参观陈浩民在香港住的房子,家里小孩太多了,儿童房只能放双层床。 还记得天龙八部中温文尔雅的顿宇吗?没错他就是我们喜欢的陈浩民,以及之后饰演的活佛继工都给观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,精湛的演技,剧中的每一个角色都让大家非常的喜欢,尤其是继工一角给观众带来很多的欢笑。 其实生活中的陈浩民是有住非常幸福的家庭,最让人羡慕的就是他们家的四个孩子,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会居住在什么样子的房子中,下面就和小编一起看看吧。 家居在装修时没有过多的进行装饰,简单流畅的线条给人非常自然舒适的感觉,空间中合理的颜色搭配看起来十分的美观,把整体的档次给很好的提高了。 简约的装饰让家有助轻松舒适的感觉,展现出空间欧式的装修风格,空间中用多彩的颜色空间进行装饰,这样会让客厅有助俏皮和清新的柑橘,也把客厅中独特的品味给很好的展现出来。 墙面上采用很多的照片进行装饰的,这样的就可以把家人的照片放在显眼的位置,方便随时可以看到,整个家温馨舒适感扑面而来,木质彩制的柜子也起到很好的装饰和收纳作用,让人看住也特别的接地气。 白色的木质儿童床温馨舒适,卡通可爱的图案给人非常时尚的感觉,这样不止也让空间有助淡雅轻松的样子。 孩子多玩具也就多,所以在装修时设计很多储物柜,专门放置玩具用的,这样才会让空间非常整洁,而且整整齐齐的摆放和收纳可以让孩子们玩的时候更加方便找到。 餐厅在设计的时候选择了淡雅的白色进行装饰的,使餐厅更加的简单和干练,同色系的餐柜设计不仅起到很好的收纳作用,也会让人感觉空间的整洁。 最后就是孩子们房间的布置,陈浩铭家里的孩子太多了,所以房间肯定是不够用的,只能两个孩子一间房了,所以儿童房只能放一张双层床了,这样的设计更加节省了空间,增加了空间的实用性,倾心同趣的样子,相信孩子们一定非常的喜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